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中國甘肅市場監管局 跑到了中國農業大學的學餐 去檢查他們的用餐環境跟食品安全問題 結果去了第一家餐廳的時候 環境非常的良好、優質、各個數據都沒有超標 安全啊!完全沒有科技與狠活的跡象 結果現場有非常多的同學說 趕快去第二家餐館看,快去快去啊! 結果意外翻車了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翻車的片段 甘肅市場監管理局將對高效食堂進行復期檢查 那我們《施化石說》欄目開播以來 評論區網友留言最多的 就是希望我們來查一下甘肅農業大學的食堂 你們乾淨有什麼問題? 那倒沒有,但是就不是乾淨 這餐場所環境衛生產是比較差的 你們在做什麼呢? 麻辣湯 麻辣湯,你們這碗咋洗的? 在脫被子的 你在被他腳掉 你不要說你因為套袋子 你去拿著方碗去的 這是公司統一配的,你們自己買的 這個自己買的 另外把你的香腸 香腸給我看一下 底鍋還算乾淨 沖洗過 這份子比較大 要跟這個一樣 你這份子五過寬了 必須要破水 往前 你看那邊前面更嚴重破寸了 而且全都是水 多少度現在? 這個零下幾度? 3度 你看看這個要求是多少度存儲? 加18度 就合適吧 你這個冷凍冷藏室是不清洗嗎? 代表這個油夠多少時間? 炒油煙機也不清洗 你看那油都快掉了 你下面就是鍋 你不怕掉上來吧 這個太差了 這兩個換什麼呢? 這個盤子 什麼盤子? 裝拍攤那個盤子 這皮匙打掃不? 你看看 你要給他看 那個飄去找找沒有? 窗戶就這麼開了 面就在放著了 你這個也沒有一個什麼紗窗之類的東西 把你的拉面劑拿給我看一下 知道怎麼用嗎? 這一個是3袋子店 看不看它的用量 最大限量是每千克 不能超過5克 一人而易 你有沒有記錄? 也不記 你就算錢超量使用 十分添加劑 看看你們下面可能衛生從來不搞 你這就是在學校給學生做牛肉麵了 這是煮好的雞蛋 我的天 這麼重 你這個肉啥時候煮的 你就這麼放在架子上的嗎? 要用的啥也 轉機音大動 不要給學生們吃 好不好 你把這個冰和霜 用氣的除一下 再煮乾淨了 寶劑會是幹啥用的 就是要放咱們乾淨的擦飲具 你這個要上鎖的 得去專門有人管 你還戴戒子呢 這個水都不瀝乾嗎? 好了 我們可以看到 裡面的第二家跟 第三家的學生餐廳 翻車爆開了 當然 我看到非常多的中國網友不買帳說 第一家肯定是 招呼好 打好關係 約好 要去拍攝 所以他才提前安排了演員 安排了這個環境 去拍攝 我們食堂是非常安全和標的 那第二家跟第三家是在同學的聲浪之下 才不得已去突襲檢查的 結果爆開 當然這一切都是你們自己中國網友說的 不要再怪是台灣人說的 先說一下結論 這條影片已經被卵心下架了 非常搞笑對吧 你身為監管單位 去學校突襲檢查食品安全 當然啦 你檢查了三家只有第一家沒事 那為什麼第二家第三家有事 你要刪除影片呢? 為什麼不允許負面的存在呢? 我跟你說啊 要是這三家都是乾淨合規的 你覺得中共會刪影片嗎? 根本不會吧 所以他意欲何為呢? 下面非常多中國網友就在噴 這次在造假啊 第一家食堂是套好的啊 這種留言非常多 不僅在他原本的影片下面 連推特下面也很多 因為現在中國平台的已經被刪除了 我們只能看到推特的評論 全國飯店廚房差不多這個狀態 第一家肯定是提前通知做了準備 第二家才是正常 這檢查專業啊 看來公務員也不都是草包 呵呵可以可以 不過估計因為太專業回去也不好交代 會被領導給處分 第一家是約的 後面是突襲檢查 清真的一定不比清真的還要乾淨 講得很小 怎麼可以不按套路走呢? 不按排練必出事啊 提前準備好的 薪取都是提前測過了 這點大家都經歷過 各個食堂都一個屌樣 因為是人的問題 唉這還算乾淨了 這種留言非常多 所以他才刪影片對吧 那好玩的就來了 大家都知道 中國政府單位發出的圖文跟宣傳 甚至影片 都要經過自我審查 以及黨支部的審核 對吧 那為什麼會把第二家跟第三家 這種突擊影片給放進去呢? 如果只放第一家不就完事了嗎? 或者改天才來拍第二家 或是第三家啊 那其實問題就出在 甘肅市場監管局啊 認為大家的風向應該會罵第二家跟第三家 而不是罵到我中共政府 因為畢竟是我曝光這件事情 你怎麼還會罵我呢? 沒想到這些中共網友啊 可能都是過來人啊 親身經歷過 知道什麼是逢場作戲 知道 我小時候吃的可能也是這樣 所以啊 他們會認為第一家很大概率是太有招的 這也是甘肅市監管局沒設想到的方面 而第一家已經拍掉了 第二家 第三家這種狀況 改期再拍 那改期這個整治的過程可能需要幾個禮拜 甚至一個月才能改善 那這可能會跟他們自己原本政府安排的宣傳 或是任務有衝突 所以果斷把這三個影片都給剪進去了 現在更好笑的是 中國網路上存在一個很奇葩的現象啊 越來越多的中國網友啊 明諷暗諷的嗆中共 或是嗆他們當地的政府 都會被打成1450跟台灣間諜 為什麼啊? 甚至說他們是1450的 還是舔公的台灣人 像最近那個舔公台妹PK啊 在吹上海經濟越來越繁榮 諸如此類的話嘛 對吧 結果他被一堆上海的本地網友給痛嗆打臉 結果這個舔公台妹PK就嗆 你們這些反駁我的上海人啊 或是其他成分的人啊 都是1450都被民進黨收買了 看來民進黨的黨員是越來越多了 要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了是吧 好啦 接下來幹一下民進黨 大家都知道民進黨的立委啊 趙天林啊 今年出大包啦 前幾年啊 外域一名中國籍女子 而趙天林他自己也說啊 太太當時啊 就已經原諒他了 只是他沒想到多年後又被提起 現在又被扣上 反中又親中國女人 親中名嘴啊 標準的舔中兩岸一家親將的名號上去 還有你身為國防委員 是否出賣國家情報給中國籍女子 OK 首先啦 如果他妻子已經原諒他了 那這是他私得的部分 有什麼好討論的 先撇除掉這名女子是否為中共間諜 如果不是 為什麼 反共會被冠上反中 反共就不能跟中國人當朋友結婚認識嘛 我這次走線 跟那麼多中國籍的反賊拍片出去玩 請問我舔共嗎 不要再被那些人帶什麼風向 反共產黨 哦 等於反全中國人 所以你不能有中國籍的任何的朋友 如果是這樣反中的人是你吧 這些人就是因為知道 哦 你反共 那我沒有好反駁 但我不爽你耶 誰叫你要反共 所以就扭曲成你反共等於反全中國人 好啦 今天假使這名女的 她就是中國間諜好不好 確實帶任務的 那趙天林身為國防委員有沒有出賣國家情報 請檢調去徹查 好不好 如果有 不好意思 判刑 把他判刑 然後立刻辭職 立委不准當 以後終生 不要給我參加這種公共失誤 公開道歉 就這麼簡單 如果真的證實 那你就是個大爛人 如果證實不是 那就是他私德有問題 這是他跟他老婆的事 跟選不選他 他執政能力好不好 無關 假如這名女子是中國間諜 那你說他親中名嘴舔共 我跟你一起罵 一個垃圾立委 如果這個判定為事實 那我就跟你一起罵 為什麼 因為這是事實啊 這重要的是什麼 馬文君大家默不關心 這種明擺在檯面上的東西 還有這麼多人出來爆料 露臉的 結果國民黨現在反拿這個 去猜測疑事共諜案 扣在趙天林身上 你也拜託一下吧 雙標耶 就這樣啊 那這個照片 我們明顯可以看到 從女生手機流出嘛 當然被認為是 認為是間諜的可能性 非常大 但有沒有另外一種可能是 他被其他舔共人士 發現然後拿去舉報 然後中共拿這個女人的家人 作為威脅 不可能嗎 沒有嗎 常幹這招 什麼陳老師 明先生 劉大山 他們家人都被這樣搞過 沒有嗎 而且即便他真的是中共特務 好啦 那我也可以跟你講 他絕對不會被中共所信任 你看中共前外長 秦剛 他被認為是雙面間諜 他是聖上親自提拔的人 多親密啊 一開始他帶中共的任務去滲透美國 後來反被中共懷疑 你是不是被策反了 成為了一個雙面間諜 於是他下場大家也看到了 那中國已經開始出手了 接下來十一月是重中之重 你看那個賴佩霞快速得到美國出擊 明顯美國有優先處理他這一塊 對吧 不然的話 其實按照美國那個公務員效率 你應該要等個一兩個月兩三個月 應該不在話下啦 賴佩霞這個新聞出來沒幾天啦 中共馬上出手 重拳鐵拳 鴻海富士康集團 意圖逼迫郭台銘與其股東之間的矛盾 不是嗎 因為你會分票 你分票又讓民進黨繼續上台 所以現在中共藍白 他們現在最大的目標是什麼 下加民進黨 我雖我不管藍的白的舔不舔共 但是你迎合敵人的這一招 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你們自己看啊 現在誰沒有出來說話 剩世主郭台銘而已 當初的yes I do的傲氣哪去了 我告訴你 如果你現在公然嗆中共 我不怕你的威脅 硬鋼 我還考慮投你 但是我沒有看到 我看到的是那個yes I do 對那個人 沒氣啊 昨天侯友也放話說 不排除當副手的可能 現在又被爆出一個多年前的婚外情 配上有可能有機會 出賣國防情報 給中國女子的這樣的一個案情 來壓碼文君案 這麼巧的一堆時間 都在同一時段發生 中國在各國搞這種手段 也不是只針對台灣 如果你各位說 中國不曾介入過這個台灣選舉的 那我也不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中國對台統戰布施是什麼 這個單位要幹嘛的 對吧 中共不僅介入台灣 介入美國 介入英國 介入法國 介入加拿大的選舉 最近這幾天又爆出來 中共網軍在攻擊加拿大政府官員 帶風向影響民意選情 還好前幾天 台灣已經跟其他中南美洲的邦交國 協調好白蝦的購置 來民謀12月5號後 洪都拉斯缺少的白蝦 不然我跟你說 到時候台灣又會有人出來炒作 啊缺蝦啦 買不到蝦啦 然後不然就是 好 你竟然跟其他邦交國買蝦子對不對 OK 這個蝦子不乾淨啦 多少錢買的啦 是不是更貴更貴啊 這個蝦子怎麼綠綠的 黑黑的我吃了拉肚子啊 有記生蟲 民進黨跟邦交國 配合壓榨台灣人 劇本我已經寫好了 看你們要不要用了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的下集見啦 拜 천 小